各位头条和西瓜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安明 今天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爱国的这么一个话题 为什么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呢 就是说粉丝朋友们关注我的都知道 我经常喜欢拍的那个什么 国际热点话题 或者说像我们国内的这种热点话题 其实我拍了那么久以后 我就觉得像爱国的这种话题 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说起来 确实会有点乏味 因为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接触过 就是那种 就是我们不爱国又会怎么怎么样 就我们就没有经过那样的时间 可能真的是一定要有所接触 或者说就是自己 要经过某种那种事情以后的那种体会 我觉得才会更加深入 曾经的那个郑强教授 他就说过 他就说他原来在年轻的时候 他没有去那个日本京都大学留学以前 他没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爱国的感觉 就自从他那个留学回来以后 他才说 他说我就突然觉得 出国以后回来 然后就觉得自己呢更加爱国了 而且这个强哥也说嘛 就说他那个毕业的时候 他的那个教授确实是拉着他的那个手说 郑强啊 你这一回中国啊 如果一旦中国以后真的就是要清算日本那种情况的话 希望你还是呢 站出来把我们说句话上的 这个教授也是想啊 我教了你那么几年对吧 好点也是有点人情的 当时郑强肯定没有现在这么有名 当时他就是个小年轻嘛 既然现在都是出国留学的嘛 万一日后成为这个国家某一方面举足轻重的人 所以说呢 这个教授当时也是出于这方面的一个考虑 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够听到的这个强哥 关于这个演讲方面啊 基本上都是关于这种爱国的这种演讲 其实我关于这个爱国这方面的这个 是怎么养成我有这么爱国很浓的 那么一种爱国情节的呢 就是说其实早的时候啊 可能也是由于我们老家是农村 父母亲呢 都是那种很老实八教的那个农民 然后呢辛辛苦苦养育我们三姐妹 大家都知道啊 老家那个农村是很辛苦的 所以说那个父母也经常给我们讲啊 他们的小时候有多么多么的艰难 包括到就我们八年后的那个时候 小时候要吃一顿那种白米饭啊 都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那个城市和我们农村呢 还是有很多的那个区别的 所以说自从我们长大以后啊 那个父母也经常说 现在过的生活啊 比以前的那个地主都过得好 就像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每顿啊 怎么都有个三四个菜 十五个菜以上 还有啊 像什么吃干饭啊 吃肉啊 这些 我们随时是想吃就吃 但是呢 以前啊 那个地主家都不一定能随时做到这样子 所以说老一辈对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生活 真的是非常的感激 替您那种感觉 就觉得确实啊 现在共产党的这个领导 确实领导得非常好 还有一方面可能就是关于我读书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我读的是那个文科 历史嘛 政治嘛 还有一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爱好 就是说我对这个历史方面呢 以及地理方面呢 以及什么国际政治军事这方面 我都特别喜欢 然后从这些方面养成了自己对那个爱国方面的这种的一种意识 以及热情 我们的这个什么祖先呢 什么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就不用说了 熟悉这些历史的过程中 还真的是会有那种比较强烈的这种民族自豪感的 我前些时候也录过那种视频啊 什么那种犹太人他们有多牛逼多牛逼 说心里话 你那个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民族啊 你不管有多牛逼 就是用实力说话 犹太人他们自己说有多牛逼多牛逼 你自己都流落那么两千多年了 对吧 你居无定数啊 最后要靠大家的那个可怜来维持生计 你牛逼啥呀 对不对 所以说真正我们牛逼的说心里话 中华民族还是很牛逼的 你想我们现在国土虽然是世界第三而已 不是说什么世界第一 赶不上俄罗斯那么大 但是呢 我们国家占据的基本上 说是全世界就是说那个最好的这种土地呢 也不为过 虽然就像什么美国这种位置 它也很好 但是呢 它在开展这个贸易方面啊 它那个地利就不如我们中国了 还有一方面吧 就是我最近说的这些热点话题啊 你看像什么 赵威现在全网下架这个事件 以及什么张哲瀚 你没事了你跑到那个什么 靖国神社里面去照个像啥 起啥作用啊 起个作用就是说你到日本来旅游了一番吗 对不对 我们中国现在就是这么个国旗 日本人对我们中国放下了什么滔天罪恶 我们骂日本人一万句都不多 但是呢 就不能说他好话 就这么简单 日本人这个民族啊 他迄今为止 他对我们中华民族啊 他都没有一个那个层次的道歉 关于道歉这个事啊 有时候他还真的不是一句话的事而已 大到一个国家 小到一个家里的那种鸡毛蒜皮的事 他就是需要你明明白白的向对方说 比如说我错了 确实这个事情呢 我做的不好或者怎么样 请求你的原谅 国家层面是需要这样子 就像你在家里面处理那个家庭矛盾也一样 我有个小孩子嘛 现在也十岁了 有时候反正我和他的那个沟通啊 如果有时候我哪些地方做错了 或者说我有时候心情不好 我那个打他几下子 如果我后来发现我自己打错了 我都会把他叫到面前 我给他说一下 就说那个儿子 那个我今天也是没弄清楚啊 我就把你那个打了一下手板子 现在我发现这个事情有点不妥啊 我这个事情呢 做的不够周全 然后呢 给你说声对不起 要不这样吧 那个我把手板子撑出来 你打我三下 然后这事呢 咱俩就扯平了 撑不撑 我一般反正就会这么做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自己在某方面啊 你确实做的刚好做错了 有时候别人啊 他就需要那么一个道歉 你要不道歉 你要不道歉的话 他永远那个心里面 他就没过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继续再说到赵薇的这个事件啊 赵薇这个事件啊 不但是他旗下这个张泽汉 以及他曾经包庇了那么个 下面那个叫什么忍的那个艺人 我一下子搞忘名字了 就说你以前那么一中罪啊 或者说什么情况 都可以原谅 这个都属于什么 我们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吗 有点事情 你经济类的这个事件啊 该罚款就罚款 该处罚就处罚 但是啊 你这个屁股没做端正啊 你这个处理起来 那个可就是 随便怎么处理你了 就这么简单 说小了来讲呢 你这个叫犯了大错 如果说大了来讲呢 你这个基本上就是 自带汉奸属性 所以说赵薇这个事件啊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远没有完 也许赵薇最后坐牢子有可能 不是没可能 你想要他涉及的那么好几宗罪啊 第一个操纵舆论啊 第二个 比如说什么操纵股票市场啊 以及那个资本市场 还有一个 屁股没做端正啊 包括像什么 涉嫌资助美国希拉里那个选举的问题 所有问题加在一起 你这现在就成了一个不良艺人了 以后你就别在这个演艺圈混了 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说爱国的这种话题 如果你没接触的话呢 就觉得有时候很空泛 但是如果你真正一想到一接触的话 你就会觉得爱国这个话题啊 其实特别严肃的一个问题 就像你一个人你不管有多少财富 对吧 无非就是在你的自己财富值后面 加灵 加灵 这爱国两个字 就相当于你自己的那个财富值 最前面的那个一 你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一 你最后面这个零 也会显得毫无意义 甚至不存在 我们今天大家都能享受到这样 国泰民安啊 这样安居乐业的这个生活啊 就像阿富汗人民 你看是真主保佑都没保佑来 他们虽然天天都在说啊 受真主庇佑 真主庇佑 真主庇佑的现在连饭都吃不起 连命都守不住 说这个真主庇佑啥呢 所以说阿富汗这个局势啊 最终这个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们呢就是在这闲话聊一聊 我们就只能说 他们这样的民族啊 这个民族没有出现那么一个伪人的话啊 他们这样的民族 他就是注定可悲的这样的民族 关于这个民族与稳定这方面啊 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啊 你这个伟大的这种领袖啊 你而且必须同时具备那种很高的军事素养 你要么就把一个民族 就把它彻底的征服 就是从军事上征服以后 然后从文化上也把它征服 关于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是四川人 从庆人 如果要从现代意义上的这种民族与这个国际关系来理解的话 我们是古时候的四川人 那个蜀人咯 从庆的话就是巴人咯 然后呢 那个秦始皇那个什么 秦国当时就是秦人咯 如果用现在这个现代意义上这个观点来讲 那就叫秦人侵略了这个蜀国八国了 但是啊 我们今天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那就是因为啊 这个秦国它不仅仅是从军事上彻底征服了你 而且啊 文化意义上也彻底的就是融合了这个国家 所以最后啊 你这个国民你就不会有那种被侵略的感觉了 而且像我们整个国家以内啊 现在大家都自己觉得就是炎黄子孙 这就是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内涵 就像这个什么阿富汗呢 这些什么伊斯兰教的这个人啊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军事力量把他们彻底的征服了 在文化上给予他们一些有尊严的生活 让他们自己有个那个安居乐业的生活 其实信仰不信仰什么 那都放在其次的位置去了 你天天信真主啊 饭没吃的 生命没保障 也没有钱 你说这个信仰有啥用啊 但是啊 我们这个话还不能随便说 呃 我们只能说呢 尊重别人的这个什么 国家自己选择的这个道路 尊重他们的民族信仰 我们还只能这么说 所以说我也是在接触的方方面面啊 我就觉得就像爱国的这种话题啊 呃 真的是我们那个国家啊 它就是最大的那么一把保护伞 但是呢 这个国家啊 以及那种民族 它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每一个草根 以及那种什么政治委员 国家领导人 大家的那么一个热爱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国家啊 以及我们这个民族 才会走得越来越富强 而如果真的就像那个 少数的那种什么 呃 民族之子啊 具有汉奸属性的那种人 做出那种事儿的话 那种不可饶恕的事情的话 真的就是最后 不管处理它都不为过 这就是我的那么一个切身感受啊 呃 朋友们 关于这方面啊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一起留言评论讨论一下 喜欢二名的呢 帮我点点关注 好的 谢谢大家